助长古特雷斯 控制制反安理会轮值主席和联大主席 表示希望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据突破40万 1月19日晚 我想经过那些非常困难和不平凡的时光之后呢 我们都值得拥有一个 中美两国人民都值得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注意到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多次强调团结 这一个词 我想这也恰恰是当前中美关系所需要的 因为过去四年来正如大家看到的 美国的少数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 撒了太多的谎 煽动了太多的仇恨和分裂 那么中国和美国人民都深受其害 过去几年中特朗普政府特别是蓬佩奥 在中美关系当中埋了太多的雷 需要排除 烧了太多的桥 需要重建 毁了太多的路 需要修复 我想中美双方的都需要拿出勇气 展现智慧 彼此倾听 正视 和相互尊重 我想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应有的担当 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只要下定决心 一切都有可能 我相信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美关系中的善良的天使 能够战胜邪恶的力量 双方的制裁是不具有建设性的